哈囉,大家好,我是Daniel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攝影師的私房器材 常常在上課的時候都會有同學問我說 請問一下你們最常使用的 不管是鏡頭、機身、穩定器 或者是收音嗎 你們最常使用哪些器材 那今天就來帶大家直擊我們的攝影包 我們從事攝影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我們換了很多不同的系統 我們也換了很多不同的鏡頭 穩定器、麥克風、腳架 其實真的數不清楚換了多少東西了 那拍了上百場的婚禮 地球也不知道繞了幾圈了 但是唯獨有一樣東西 在這十幾年裡面 它從來沒有被我們替換掉 一算裡面被我們用壞過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的攝影包 我們的攝影包 坦克攝影包 對 那這十幾年前 其實這個攝影包 當時並不是一個非常有知名度的品牌 對然後為什麼我們當初會選這個攝影包呢 最主要是 我們一開始早期的時候我們是用單肩的攝影包 可是其實發現單肩的攝影包用久之後它的 你的腰其實一整天下來都會蠻痛的 因為有時候攝影器才都是十幾二十公斤 那如果只飛一邊的話 其實腰是蠻容易受傷的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換成 氣密箱 你氣密箱很帥啊 拉出去覺得說 好像很專業啊 其實它在出國的時候並不是那麼的方便 其實我覺得坦克包在這一點做的蠻好的 因為它其實蠻像一個 如果以不懂的人來說 它其實蠻像一般我們在拉的行李 因為它就是黑色的嘛 對啊外面就是看起來就好像是行李 對說到行李這件事情呢 我不得不說它的拉鍊 做得非常非常好 十幾年來其實 它拉起來的感覺還是跟新的一樣 因為它是 跟很知名的拉鍊廠商合作 它是YKK的拉鍊 然後它的輪子也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甚至比 REMOA的輪子都還好拉 那這十幾年來我們也換過一次輪子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六百塊吧 對啊超級好拉不管是你在柏油路上 還是在石頭路上 甚至是 有時候你是在山上比較 不是太多泥土的地方 其實 你都可以去拉它 說到這一點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當你遇到比如說像是沙灘啊 或者是爬山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拉它的時候 那坦克包有一個很好的設計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佔油 然後就是它後面這邊呢 它可以打開來 然後它就有背帶 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 背著它上山下海 對 然後它基本上 它是有防潑水的功能 然後 如果遇到魚比較大的時候 它有附個魚衣 你可以把它套起來這樣子 你看我們這個 十幾年來的傷痕 然後這個把手其實它都有點裂掉 然後我們還用大力膠就是把它貼起來 然後這邊的把手也是用大力膠把它貼起來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 它設計的這麼好 我覺得它可能不太賺錢 因為就是十幾年來你都不用換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那我非常建議你可能一開始就要夠比較大型的攝影包 那你之後就不會一直換 而且所有東西都會全部放進去 對但是如果你怕 買太大被老婆發現啊 或者是被罵啊 或者是你今天出國的時候 你想要把你的攝影包拉上飛機的話 那我就不建議你買這麼大型的攝影包 因為它的這個大小是 沒有辦法上飛機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玩家 那我會推薦另外一款 這個稍微比較小型一點的 你看大小差很多 對但是麻雀雖小武藏鋸犬 好 那它這個有設計可以放筆墊的空間 像我這個16寸的筆墊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去 然後它也不會跟裡面的東西 去進行碰撞 那可是像我們舊的那個攝影包 就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它一樣 後面可以背 對可以背 對我覺得 一般人這個其實就很夠用啦 那除非你今天是靠攝影師版的 你才需要 買到這麼大一個 其實這個 拿出去其實已經 蠻誇張的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第一個跟大家介紹 是麥克風的部分 這個是 弱德的 Wireless Go 二代 好 它一共有 三個 三個機器 那它是有兩個麥克風 然後一個接手器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配置 其實我覺得它這樣配置蠻聰明的 因為像比如說有一些YouTuber 他可能要訪問路人的時候 他就一個是夾自己身上 然後一個就是遞給別人 那它只要一台機器 進行拍攝 或者是 像我們拍證婚儀式的時候 或者是拜別父母的時候 它正好有兩邊 那正好一人一邊 然後收進一個機器裡面 那它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地方是 當你的接收器如果故障了 或者是你的相機突然關機了 但是你又無法去停止 當下的一些動作的時候 它這裡面有內存的記憶體 它可以直接把你聲音給收進去 對那我覺得這個 這一點真的是 蠻跨時代的一個科技 以前為什麼沒有人想到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會使用的收音設備 對就是Sony的麥克風 對那這個麥克風我覺得它有一個 蠻大的特色就是 它在4G的 就算有4G的干擾情況底下 它也是可以蠻正常收音的 對因為自從4G出來 其實4G也出來蠻長一陣子了啦 但是常常都會有一些干擾啊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在 萬豪頂樓進行拍攝的時候 它也是會有一些干擾 那Sony這個新的麥克風 也不是新啦 Sony這一款麥克風 它就可以解決這個干擾性的問題 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會用一個這樣子的盒子 對然後我們會攜帶一些麥克風線啊什麼的 它是分開來的 那我蠻建議這樣子做的 你不要每次拍攝完畢然後就把麥克風線這樣子捲 那其實它是會很傷害線 對所以你看我們的線我們都會把它 就連我們這種臭男生有沒有 我們都會把它這樣子收得很好 你不要去硬鏟它 然後盡量不要去鏟它 那你的線就可以用很長的時間 接下來也是麥克風 好這個是機頂的麥克風 這是RODE的NTG 對那 這支功能也非常非常多 我講幾個它 最棒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它是內建離電時的 所以你只要插上 插上我們的機身 那它就會自動開啟電源 那你關機的時候它自動會休眠 對 那聽起來好像 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其實不是 以前的機頂麥克風 你不要說以前喔 其實大概在三年前的機頂麥克風 它這邊是有獨立開關的 那它也是有獨立的電池 所以你要幫它換電池 那你要用的時候你要把它開機 不用的時候要把它關機 所以常常 會發生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你沒有監聽的話 你拍攝完畢發現 完了 我剛剛忘記開電 對 或者是你要拍的當下 沒電 然後你要去換電池 那它這個設計就很棒 它只要一插上去機身 它就通電 關機它就關機 但是監聽還是很重要 就是你還是不要省掉這一關 但是自從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你就 我們就不會再發生那種 忘記開麥或是沒收到聲音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旋鈕 它可以去調整 收音進來的大小聲 有點像電的感覺 對 然後它本身的指向性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婚禮 比如說你是單機 或者是你是雙機 其實都好 我是蠻推薦你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可以上一個這個基底麥 有時候你無線麥克風突然掛掉 其實在蠻近的距離 比如像是拜別 其實這個聲音收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對 那推薦給大家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是我們會有一支穩定器 對 那麼穩定器用的是 就是 呃 威比爾 S 對 那其實穩定器的種類 出穩定器的 呃 品牌是蠻多的 比如說 像是大家最知道的是 DJI 嘛 或是拍立飛 對 那 還有就是像這個 像智雲跟 DJI 都是中國的品牌 那我不得不說 他們的穩定器真的做得非常棒 因為像我們用穩定器從物理的用到 電子式的 其實也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 我們對穩定器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會推薦 這一個 給大家 而不是推薦 DJI 並不是說 DJI 不好 DJI 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電子穩定器 但是我個人覺得 買器材第一個是 CP 值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多長去使用它 因為這台 這個電子穩定器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所以如果你是女生 或者是你今天要拿一整天穩定器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適合你的 然後還有一個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 POV 的模式 當你開啟這個模式的時候 它就會像物理穩定器那樣子的感覺 呃 為什麼說 電子穩定器物理穩定器 有這個差異呢 因為物理穩定器有點像是你在開手排車 這樣子的感覺 那電子穩定器它就是開自排車這樣子的感覺 那物理穩定器它會有一種手感 對它會有一種漂浮 它會有一種手感 但是電子穩定器它就很穩 比如說你在拍一些跑步啊 或者是快速移動的時候 電子穩定器很棒 物理穩定器廢 但是你如果你要拍一些很有情境啊 很迷蒙啊 或者是有一點柔柔的感覺 像我拍女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物理穩定器其實 比電子穩定器來得更適合 但是拍男生比較剛拍比較硬拍 或是拍賽車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電子穩定器就比物理穩定器還要強 對那這支它就是結合了 電子跟物理穩定器的一個特性 對然後價格又很便宜 所以如果 你在找要買什麼樣的穩定器的話 我是滿推這一支的啦 工作室大概已經有十幾支了 對因為我每一個人 他要買或是他是新手 對那我都是 我都是首推這一支 電子穩定器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機身跟鏡頭的部分 那這一個鏡頭是70-200的GM 就是索尼的鏡頭 對那這一支 算是我們使用頻率非常非常長的 幾乎就是機身的機身蓋一樣 他就是不會拿下來 然後我們有 A73 A7S3 如果你想要 對於機身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些我們其他影片 我專門介紹 A73跟A7S3的機器 那我這邊就 不多做贅數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常常用的一些鏡頭 像70-200的話 我們常常會在進場 或是玩遊戲 或是早上的一些紀錄 它是我們非常常使用的一個鏡頭 那為什麼 我們的鏡頭 幾乎都是 不是幾乎 我們所有的鏡頭都是索尼原生的鏡頭 最主要原因是 索尼開始進步到A7S3之後 其實它A73的自動對焦功能 就已經很強了 所以我們在 A73這一代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所有的鏡頭 換成索尼原生的鏡頭 那以前我們是Canon的用戶嘛 所以剛開始 我們轉索尼的時候 還是用 轉接環 因為 有包袱嘛 畢竟這些鏡頭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你不捨得 一次換那麼多鏡頭 可是到後來我們發現說 到了A73我們發現 它的自動對焦功能實在是 太強太強了 因為 開始年紀比較大之後 你的 眼睛啊 或者是 你的反應力可能 不像以前 這麼的快 所以當你換上自動對焦鏡頭的時候 它可以加速 加速你工作的流程 以及 提高更高的 準確度 我覺得在婚禮幾乎這件事情來講 非常的重要 所以公司常常有句話說 就是如果你不想努力的話 你就換A7S3 對 因為它自動對焦 強 對所以 因為70-200最容易就是 對不到焦 然後容易迷焦 容易比如說新人走進來的時候 你的焦會突然不見 對所以你換 它原生的鏡頭 這個問題 就可以大幅度的解決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這一顆 它是 51.4 對 我 非常推薦這一顆鏡頭 因為 索尼有55 1.8 有51.4 還有 51.2 最近新出的 對那我不會非常建議 買55 1.8 因為 我覺得它進光量 不夠好 雖然它是一個很好的鏡頭 CP值也很高 但是 有用過51.4的話 你就回不去55 1.8 對 那我是 我鏡頭我個人覺得 就一次攻定 你就不會再去 想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它的閃景啊 進光量啊 顏色啊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棒 然後 接下來這顆 35 1.8 對 你看它 很小顆 然後 好像有點 玩具感蠻重的 但是 我覺得 其實我個人啊 因為我是用穩定器比較多 我幾乎 就是 35 1.8 51 1.4 幾乎就這兩顆鏡頭 就是打一整天 因為這顆鏡頭非常的輕 然後 它的 閃景我覺得也算蠻漂亮的 那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清這件事情呢 因為穩定器我基本上 都是用一整天啦 對啊 所以 鏡頭清 然後 閃景漂亮 畫質好 對焦速度快 我覺得 我就會覺得它是一顆 非常非常棒的鏡頭 那這一顆鏡頭 也不用兩萬塊 有時候二手的 一萬六你就可以買到了 算是一顆 超級大推 如果你今天 轉錄影 問我說第一顆鏡頭要買什麼 我就會說 上五 上五一點四 對就是這個 喔說錯了 上五一點八 然後我們還有 2470的鏡頭 那就是現在正在拍攝的 鏡頭 那這個鏡頭就是 我覺得它銳利度也非常棒 因為畢竟是GM的鏡頭嘛 我們常常也會拿來去 做一些紀錄式的 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的攝影包開箱 就到這邊囉 那如果你對我今天講的 我們使用的一些器材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我們下面的 簡介的地方 會把一些 產品的購買連結 都放在下面 那如果你對 想要知道我們用什麼樣的燈 什麼樣的收音麥 或什麼樣的鏡頭 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會再做一集 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見 等等 我們下集完 那 take a seat 我們下集見 今天